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曾经将善财童子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 读华言经 对于经中所说的表伐意趣 一定要很清楚 不能发生误会 然后你才能懂得经中是趣味无穷 二十是正在这个时候 文殊菩萨 这个见到有人来参许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有人来拜访 向他请教 菩萨仔细观察这个人 那么从观察当中呢 就了解这个人的善根 福德 智慧都能看得出来 那么看到善财来了 菩萨非常满意 你看这个经文上 细以微笑 很满意的 对这个学生非常满意 对他安慰 对他开导 这个注解 我们把它念一念就行了 第二 这是第二段 二十文殊斯利菩萨 如是观察 这个下了 以下这段文字 这段经文 当根受法 当根受法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 应激受法 善知识 教导学生 总是要看学生的根性 所受之法 一定要符合他的程度 他能够听得懂 能够理解 也要符合他的需要 他想求的是些什么 一定难惜所欲 这才叫当根受法 根是根系 就是应激受法的意思 经文封为三段 刚才我们念的 这个是第一段 第一段是 借前生后 就是 成前其后的 一段介绍 法有所复 所以 兴 令字 保持 故事 安慰 这个意思 就很深了 在世间法里面 如无家常讲 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那么由此可耻 中国古代 这个家庭的组合 最重要的一段大事 就是传宗接代 而在佛法里面 也是把这个事情 当作地装大事 那就是一定要有沉传 佛法不能到自己这一代 就中断 一定要有学生 传下去 代代相传 你看在中国 这个 每一个众派 随祖师 足足相传 这是佛门的第一桩 法事 可是传法之人 不容易得到 确实是 可遇不可求 自古以来 这些修行正果的大德 没有人沉传的 占多数 他确实是修行正道 可是一生呢 没有遇到一个传人 在现代这个时代 就更难 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沉传呢 那就像经中所讲的 善才 所以善才 不是指某一个人 这个诸位同修要记住 不是指一个人 是要求这个人呢 有善根 有福德 有善根 这叫做善 有福德叫做才 所以这个善才 两个字的意思 就是有善根 有福德 可以传持 如来大法 这个人 就叫做善才 弥陀经常说得很好 不可以守善根 福德应援 得三比过 那么由此可止 凡是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的人 无论 他是什么样的 平位往生 即使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 乃至于往生到西方边地 可以注意说 那个人都是神才 若没有 这个善根福德 决定不能得生 就是连边地都没有恩 这是我们不能 不知道的 那么这个是 经上所讲的善才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本人 善根福德 因缘 三个条件都去做 今天我们因缘去做 没问题了 就是看了 有没有善根福德 什么叫善根 简单地说 你闻到这个法门 读到这部经典 能生欢喜心 能够理解 这就是善根 能够发愈 能够一教修行 那就是福德 那你要是能信能解 你不肯照做 那你有善根 没福德 说老实话 还不如一个 有福德 没善根的人 有福德 没善根 他对这个经典 他不懂 他不能理解 但是他能够老实念 也能我认 那王僧平位 虽然不高 不要紧 为什么呢 西方世界 是平等世界 那下下平 王僧 他的受用 智慧德能 跟上上平 也差不多 这个是 不可思议的法门 这是西方世界 跟一切祝福 刹土 所不能比的地方 就是无比的殊胜 那么文殊菩萨今天遇到一个可以传法的学生了 这高兴啊 这高兴啊 所以西以 这说出他的 这真实 时时刻刻所盼望 所需求 能有这么一个学生出现了 安慰也开导啊 是勉励的 要珍惜 这个稀有难逢的音乐 这个话 实在讲呢 也正用在 我们一些情 那这个音乐 不止开经济所说 百千万劫难遭遇 那彭基辛 居士从前 说过啊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这是真的 决定 不是夸张 实实在在的话 非常稀有 非常难得 我们一定要珍惜 这个缘分 要求解 要罚愿 要认真地 修持 下面这一段 这就是传法了 这个小助理都说 正受法门 正式传授给他的法门 华严经 我们从传记里面 知道龙树菩萨 当年在龙宫里面 这个龙宫就是 大龙菩萨 他的住所 大龙菩萨的住所 菩萨收集 一 世尊所讲的 圆满的 华严经 这个金本 藏在龙宫 龙树菩萨所 见到的这个原本的 那个分量是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微臣记 古印度 计算 这个经文分量 是用寄送为单位 不像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是用字 数为单位 比如说 你这一部书 里面有多少字 用这个单位 这个一首祭是四句 不一定是祭宗 这个长行也是如此 只要是四句 就叫一首祭 就叫一祭 这个祭的分量就太大了 每一法子计算 十个八千世界 微臣记 这里面分多少瓶呢 说一四天下 微臣品 这个我们用天文数字来说 多多太小了 没有法子来比喻 所以这样详细 广舌的经文 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人能够接受 所以再看中本 中本是六本 分量还是太大 最后看什么呢 大概是看目录纲要 就像咱们四苦全书 目录提要一样 你看过去商务印书馆 印的这个四苦全书 这已经是缩小了 金庄 一千五百尺 像我们这个大藏经 十五套 我们大藏经一套 这一百尺 一千五百尺 一部四苦全书 等于这个瘦五套 大藏经 这么大的分量 目录提要 有五次 那就少得太多了 这个原本的目录提要 有五次 商务印书馆 又把它重新编排了一下 编成一策 这是看全书的目录 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华严经 是什么呢 就等于商务印书馆 编的那个一策 目录 所以你要晓得 这个地方所讲的十句 每一句里面的 不晓得有多少文章在里头 它是题目嘛 龙树菩萨传下来是这个本子 华严经的目录提要 我们看到已经够手了 这个本子传到中国来又不完整 龙树菩萨传到这个世界来的 这个花园菩萨有十万剂 而船到中国来的一半还不到 最早东京船来的只有三万六千剂 你看一半不到 这是金分量太大了 从前用这个贝多罗书业写的 我们称贝业经 也许顾都尉在故宫里面看过 那个叶像芭蕉叶一样 也采得很整齐 一篇叶写四行 你想这一部书多少 你还没用绳子穿起来 很容易丢掉 丢掉就散失了 所以传到中国来的本子 是残缺不起的本子 到唐朝武则天时代 舍他南陀法司到中国来 也败了花园菩 比进朝时候多了九千剂 那么这翻译出来之后 就叫八十花园 八十句 总共多少呢 总共四万五千剂 五万剂才是一半 四万五千剂 还却没大半 这一步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步 这是真元年间 唐德宗的时候 印度有个小过的过往 对中国进攻 就是对皇帝送的礼物 这是作为礼物送到中国来的 而这一部分是完整的 翻译出来 我们称它作四舍花园 四舍花园 就是完整的 普贤菩萨行愿品 花园间最后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完整 所以整个 获起来 中文的一本 大概只有原本的一半 所以确的地方 就太多太多了 我们一定要了解 因此这个经 字字句句 都含着五两意 我们念的一句经文 可能就是一个题目 这是对于这部经 首先要认识的 然后你再看下面传法 传法不是这几句 内容太丰富了 这是传法的题目 请看经文 广为引说 一切佛法 这一句是总说 就像我们在 无量寿经上看到 世间自在王如来 给伐藏比丘说法一样 你看世间自在王佛 给伐藏比丘说法 说了多久时间 千节 时间是节来来算的 千节 而在经文上就是一句 一句就说明 一句千节为他说法 这广为说法了 那个时候 人的寿命长 佛注视四十二节 所以千岁 那个时间 对他们来讲 不算太长 寿命长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主视 无主 卧视 寿命很短 那么受持 甚至圣神 广大的佛法 确实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这一句是总说 下面呢 这是别数 别是种种之品 别人说一切佛法 哪些佛法呢 每一句里面 都有一切 都有这个字 所以说一切佛 集结法 清凉 清凉 小柱里头有 这个别有诗句 这是第一 第一是说阴法 后面八句 是讲古法 最后一句 是总结 这因果 都在其中 因是修因 不使一尊佛 修因 一切诸佛如来 在因中所修学的 你看 这一句 里面就含这么多意思 我们常讲 摄方三世 一切诸佛 他从初发心 怎么样修成佛道 这一句就多包括 虽然在这个地方 经文很简单 可是 世尊在大小成经里面 跟我们 讲的 很多 这一句 我们就应该要 明了 佛平常 所说的 一些 因地 修许 我们也因为 戒神 十几因 其境 总不能把这一句 这么念了 就算了 那多少也要说几句吧 我们才知道 从哪里 下手啊 我们都是念佛的 在无量法门里面 选择念佛的法门 这是高度智慧的选择 真实福德的选择 你选择这个法门 那么佛在尽宗里面 告诉我们 学佛从哪里学起 观经上讲的三佛 这三条 佛说了 是三世 祝福 敬业真因 三世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切祝福 修行 正果 都以这个为基础 你说多重要 第一条 效仰奉 奉死死长 慈心不傻 修舍善业 这是第一条 第一条是基础的基础 根本的根本 你要说 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 就从孝亲尊师学起 这是基础 学佛的开始 佛法在中古 是以四大菩萨 代表大臣 修学的层次 第一位 就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代表的是什么呢 诸位如果细读 地藏三经 你就恍然 大悟 原来是三福 第一福的详细说明 三福 第一福 就是地藏菩萨 孤德 告诉我们 人在灵命中死 那是来世 最福的 分水灵 就在那一念之间 你是去做佛 是做菩萨 还是去三福 就是最后那一念 这个一念的时候 自己完全做不了主 听别人摆布 你的家亲眷属 如果不懂 得道理 看到你要走了 又哭又闹 又舍不得 好了 这下就把你送到三福道去了 他是好心 以为自己很孝啊 怎么个孝顺呢 把老人送到三福道 这叫孝顺啊 这就是不懂道理 不知道死是真强 多少修行人 在这个时候 遇到这些冤家对头 比什么都可怕 我们 这个道理 过去曾经应过 吃中 吃中 我是怕大家了 看到这本书 随随便便 麻麻糊糊糊看过 那就很可惜了 这个书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这一次我特别用红笔把它画出来 套色 套色 题目把它换了 因为大家看到 吃中虚之心里都怕怕 你就死不得了 这是 所以这个兴趣也就没有了 我把题目换了 换成 怎样念佛 我往生成佛 这题目大家看到 很安慰 很高兴 我叫阴沙场 阴了一万次 你们好好的去看看 你才晓得 临终这一招的重要 如果你旁边的人的时候 无知的时候 那真的 你这一生念佛的这个 这个这个因缘呢 都断送在他们手上 太可怕了 怎样才能保险呢 不受人保附呢 行 你能够欲知实质 站着走 坐着走 不需要人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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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怒念 行啊 那是你的本事 可是你要懂得 怎么修阴呢 那是果报啊 别人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我做不到 实在讲 人人都能做得到 怎么个做法呢 洗灭贪嗔痴 转贪嗔痴为界定会 你就知道 这个事情 别人帮不上忙 佛菩萨也帮不上忙 要你自己帮自己的忙 自己转自己的念头 这一段事情 我们看到很多啊 在台湾 在台湾 38年在南部 将军 37年的时候 在我去的时候 早一年 那个将军乡 有一个老太婆 站着我 这个事情 现在南部 很多同修都知道 我提起来 有很多人知道 他只念三年佛了 欲知实知 他走的时候 没告诉家人 一告诉家人 一定又哭啊 又闹 又伤心啊 好了 他走不了了 他高明处 不告诉家人 他是吃完饭的时候 做的 家里叫他吃完饭 他叫他家人 你们先吃 不要等我 我就洗澡 洗完澡之后 他在家里的小佛堂的时候 衣服穿得整整齐齐 站着念佛 走了 那家里人 一家人等他吃饭 等了很久没出来 就找他 到浴室里看 地区洗了澡了 没有在 再到看看 他在佛堂站着 叫他 叫他不答应 仔细一看 他往生了 这种人有本事啊 高明啊 他为什么能做到 身心世界 一切放假 我们今天做不到 千长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与自己有关系的事情 千长挂肚还罢了了 没关系事情 也千长挂肚 你说糟糕不糟糕 那哪些事情没关系 就外头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们都没关系嘛 没关系 还把它放在心上 你说你 你该不该死啊 不得了啊 那是佛能成佛的时候 他懂得修音 他能够积极一切善法 这个善 这个善不是善 我只善 善我只善 出不了六大轮回 这个善法是 善我两边都放下了 实在是 我们前面讲的 法奇菩萨殊胜之药经 重要啊 那一部经 就是世尊当年在世 为我们现代人说的 他讲末法时期 要用现代的话 是释迦摩尼佛的预言 预言在今天就兑现了 经文一开端了 佛就真是慈悲到了极处 教给我们 一定要遵守 不求他共 不举人罪 我们今天这两条是不到 一听到晚 两个眼睛就像贼眼一样 专门看别人过世 专门找别人麻烦 你还能成功吗 你念佛 为什么不能得三妹 为什么不能得功夫成篇 你那个毛病在哪 毛病就在这里 所以真正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不要说与我不相干的 与我相干的 也放下 也不挂在心上了 你就能做到 事法佛法 统统放下 你才行啊 你才会相应 这经上常讲 大家口上常念的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你相应在哪里 什么叫相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就相应了 这个不相应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 说法 阿弥陀佛是什么 亲近平等觉 你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 释迦牟尼风问阿弥陀典 你要不要见亲近平等觉 亲近平等觉 就是阿弥陀佛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跟亲近平等觉相不相应 相应呢 那你就是 一念相应 一念佛 我念佛 跟亲近平等觉相应 我吃饭 跟它相应不相应 我念佛的时候相应 吃饭不相应 那工作也不相应 应酬也不相应 那说老实话 你念佛也不相应 为什么呢 一相应一切都相应 你齐心动念 严与造作 点点滴滴 都与亲近心相应 平等心相应 自行相应 这叫一念相应 一念佛 那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才叫个念佛人 念佛人就是在 一切时 一切出 一切应酬当中 心都是亲近的 都是平等的 都是举尔不迷 怎样才能做到呢 佛若经上讲的好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的 若无其事 啊 佛若经上讲的若无其事 宗门的 禅宗里面讲 一死不挂了 毫不战染呢 这就行 这就行 佛这的话呢 你功夫再好 灵命忠实 你的命运操纵在别人手上 这个是可怕极了 这三福就非常非常要紧了 车中 尽量里面 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 特别是他平常 没有学过佛的 或者学佛 不相信净土的人 你一劝他念佛 他不肯念 那怎么办呢 念地藏经 给他回想 念地藏经回想的目的在哪里呢 目的叫他肯念阿弥陀佛 用地藏经做底子 做基础 以这个功德回想 劝他念佛 他就欢喜了 他就肯跟着念了 目的在此地 这奇怪啊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情形呢 说是他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他有冤家带主 那一些鬼魂的时候 环绕着他的身边 那这些人 这些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冤鬼啊 你念阿弥陀佛 他不相信 他不接受 你念地藏佛 他接受 所以你念这个时候 他们离开啊 让他的善根复得逐渐恢复 我劝他念佛往生 道理在此地啊 我说这些话也有用意 那这些年来 我们专修建筑法 忽然我一叫人念地藏经 现在又讲 这滑眼睛 怎么奇怪啊 那个法师 怎么专修 怎么现在又变成杂修了 我告诉你 我没有杂修 我还是专修 可是我这个专修方法 你们舍不得 你们要舍了 就变成杂修了 我这个修法是专修 那道理在哪呢 我能把它融归到净土 你们现在为什么是杂修 你们因为分别心太重了 执着心太重了 这个地藏经 决定不是阿弥陀经 我看地藏经 就是阿弥陀经 所以我是专的 你们是杂修 我看一部地藏经 就是观经三幅 第一幅的诸解 我看华严经 就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 这是一不是二 你们看这个经 这是华严宗 这不是净土宗 你在那里打妄想 分别执着 所以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断 老师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如果讲这个经 来听听可以 不要学 你一学不到 你一学就坏了 还是老师念佛 老师在家里念五两首经 念阿弥陀经就对了 懂得我说法的意趣之所在 所以此地 这个所谓 说一切佛集结法 我们把他归纳起来 我们把他归纳起来 就是三福 三十六都 破贤水 如果再说得多一点 那像是四年初四正情 五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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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根八根道 都是三十七道皮 这都是佛在因地修学 这个一切法的总纲领 集结这些音法了 修音的方法 再看第二句 从这个向下来一共有八句 这是讲的古法 音只说了一句 古说的多是希望我们 从如来古报上产生谢幕之心 古说的多音就说的少了 为什么音说的少呢 后面每一餐都要细设音心 在此地 先引心也娘目之心 希望你发心的少佛 设一切佛相许法 这个相许是讲的成传 越代越代的成传 祝佛如来也不例外 像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 大家是真的 大家是现在还在死啊 他没有入灭 他的责任 是要将释迦牟尼佛的一波 传给底下一尊 尼勒佛 尼勒佛 尼勒佛要什么时候 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呢 那根据经上记载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那么加摄增者 他的寿命就要有这么长 要等到尼勒成佛 将释迦牟尼佛一波传给他 所以这样看起来 释迦牟尼佛一波大概有好几套 大摩祖司来中国不是带了一套来吗 大家设了一套 那是真的 恐怕这个 大摩祖司传来的 那是释迦牟尼佛一波的复制品 不是原本 这是经上有记载的 要传给密勒佛 所以加摄佛现在还在世界 你看虚云老伯尚的专辑 虚云老伯尚曾经在云南云南云南读毛棚 听到念经 沐语的声音 可能就是加摄尊证 叫诵经 《虚云火山念》 不然有记载 这个世间 有佛菩萨注释 没入灭 他们寿命长远 得自在身 这是讲这个 这个佛佛纯传的 这个法 说一切佛次第身如法 这个意思就广了 一切祝福修行正苦 决定不识一个法门 无量法门 所以大经上长强 法门平等 无有高相 这是正 任何一个法门 你要依照它修行 都能够臣服 都能够臣服 你要问那是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我们也不难懂 原因就是修定 戒定会议三舍 展开来是 无量无边的法门 归约拿起来 不外乎戒定会议三舍 那么由此可知 无量无边的方法 实在讲 戒就是方法 平常我都跟大家讲 持戒的定义 就是守法 遵守老师的教计 受法呢 你一定要守一个法 你才能得定 你要同时修很多法门 你决定不能得定 你得的是什么 你得的是佛学常识 说老实话 与了生死 决定不相干 这是古今东外 多少学佛人犯的痛病 不知道佛法修的是什么 佛法修的是定 你自己想想看 你是学一门容易得定 还是学个十门二十门容易得定 就很显然的道理 一门呢 你也每天想的就这一段事情 所以一个真正修道人 不但是佛法都舍弃 我学一本经 我天天念这部经 天天想这部经 而一年想到头 年年都想这个经 慢慢自然得定 他忘念少了 佛法上去要使 在金刚经上讲的 法上应谁何况非法 法都要使 非法是世间法法 世间这些东西 你要放在心上 那就更错了啊 说老实话是 与你不相干 与你不相干的东西 也要拉扎的时候 放在心上 你就没救了 所以会议修行的人懂得 他知道修行的目标在哪里 方向在哪里 什么人的事情 他也都不要管 哪个道场事情 都与我不相干 祝佛如来的事情 菩萨的事情 跟我统统不相干 我们修净土 顶多就念西方三圣 少一尊阿弥陀佛就够了 后面就来那么多了 念自在自 你心就得定了 这个定就叫念佛三昧 就是一心不乱 你才能得心啊 因此 法门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法门 你要是由老师传法给你 都会叫你一门胜 绝定不能设计第二门 从一门当中 成就界定会 那个定要定到什么程度呢 禅宗里面的标准 明心见心 我们净土宗的标准 理一心不乱 不是四一心 要得理一心不乱 得理一心不乱呢 就开智慧了 破一篇无名正义分发生 得理一心不乱之后 才可以光学多文 这四红实验呢 实在讲 就是修行的次第 这个讲的 就一切把次第发了 烦恼无尽 实验断了 那个烦恼一见四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 断了一分了 断一平了 才能够修 无量发门 发门无量实验手 没有破无名 决定不能学很多法 学很多法 决定产生障碍 现代人修修 真叫奇怪 真是一般人家叫莫名其妙 他们要在哪里呢 他四红实验前面两个不要了 断众生这边也不要 他看到这个顺眼睹他 那个不顺眼才不睹他 烦恼他不要断 他就要广学法 他过几没几天 他就宣布他成佛道了 你说妙不妙啊 好像这个盖大楼一样 四层大楼 前面两层不要 下两层不要 第三层 第四层 他盖成功了 这个妙啊 所以现代说佛 要小心不要被人骗了 那个凡事盖大楼 下面都不要 他上头盖成功了 那都是骗人的 那不是真的 底下一句 说一切福 众会亲近法 这条要行 实在讲这个里头 聚居 都是我们的学处 众会 四个人在一起共修 就叫众会 会是居会 众是四个人以上 再次聚会 每一个人都得亲近法 怎么得来的呢 柳和尽 人人都修六合金 这个团体聚会 就是亲近法 二六合金 建立着真正的基础 建立着真正的基础 建和同结 现在人家建立共识 这条最重要 而佛家这个共识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亲近心上 要以我们无量寿经来讲呢 就是以亲近平等爵为标准 这五个字 人人心地都亲近 亲近是没有人无 就是没有烦恼 没有染住 平等是没有分别 就是清清楚楚 一丝毫不迷惑 一念念 都与亲近平等爵相应了 这就是亲近法 所以 《往生论》里面讲 亲近句 亲近句 怎么个想法 《贪婪法词诸节》里面 说的很多 《黄念族老居士》 《无量寿经》的读解 引用了不少 你们都看了 有没有看懂呢 我相信你们都没看懂 也难怪你们没看懂 用现代人说 他没做得清楚啊 实在讲呢 古来这些大德 注释注得很清楚了 我们领会不到 现在人听话的时候 不能含蓄 不能拐弯莫居 不懂他意思 古人的话 含蓄 现在要直说 直说都听不懂 含蓄 那更糟糕了 当然不懂啊 这个亲近句 就是与亲近平等句相应 相应 那就是亲近句 而古得的这些读解呢 都用阿弥陀佛这一句 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呢 这就是亲近句 可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心里还是大乱想 还是乱七八糟的 还是不亲近 所以我讲这个阿弥陀佛 你们体会不到 如果讲亲近平等句 你们容易懂了 亲近心就是阿弥陀佛 平等心就沙弥陀佛 热心就沙弥陀佛 这个意思 你就比较容易了解了 所以这是无量受精的精体好啊 那么这个还会大动吗 那就叫亲近法了 特别是我们修进宗法门的同学 我们聚会在一起 与亲近平等句这五个字 有几分相应 这一段事情千万不要找别人 那个人不相应啊 他不亲近啊 你不要管他 管自己 佛没有叫你管别人 所以佛 我们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没话说 那就是你仔细去看借经 佛所说的一些借律 他教给我们借自己 不借别人 借律谁遵守呢 你受了借你自己遵守 决定与别人不相干 你这个持借才能得定 应借得定 应定开会 现在人受了借了 持借决定不能得定 为什么呢 他受了借之后啊 他就拿这个标准倒出去量人 这个也犯借了 那个也破借了 他的心里面烦恼都不得了啊 本来他没有烦恼 心很清净 看到这个人破借的烦恼 那个人是 是犯借又烦恼的 他天天为这些事情烦恼 到最后他的结果就到阿比地狱去了 你说冤枉不冤枉啊 他真的去当地藏菩萨了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呢 地藏菩萨是入地狱 是为了度众生的 就是他这个度地狱是冤枉啊 就是太冤枉了 不可以不知道啊 故事都在自己一生 与外面缘 净缘没有关系 你还错怪别人 还怨天诱人 你不就罪上加罪人 这个事在讲 这是不解如来所说义也 这个开经即将 愿解如来真实义 解如来真实义有几个人呢 所以我们早年的时候 借错佛法 看到这个世尊对戒律这种讲解 我们佩服 你看世间法律 它是治别人 佛的这个戒律是自己 与别人不相干 我们再讲 这个才能得定 这样才能够 聊生死 出三戒 才能够成佛做主 每一天看别人的故事 糟了 这个就坏事了 第五句 说一切佛 法轮化导法 这一句是家 佛教化众生的方法 这个太多了 师尊在金山讲 八万四千法门 四红诗院里面讲 五量法门 为什么 为什么佛要说这么多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实在讲 佛哪有法 于人 金刚经 大家念得很熟 金刚经上就说得很清楚 佛 无有定法 可说 不但没有定法 可说 佛简直是 无有法 可说 所以才教给我们 法上印尺 活款非法 那个谁就是不要执着 为什么不能执着 因为佛没有定法 佛所说的一切法 是因众生根性而说的 因机而说 就跟这个科题一样 当根说法 众生的根系不相同 因此 佛所讲的法不一样 就如同一个大夫 跟病人治病一样 众生害的病不相同 那个大夫开的药方 当然不一样 不可能 两个人害的一样病 吃一个药方 没有这种道理 众生同样的病 也有轻重不一样 那个厨房里面说 分量不相同 那药可能相同 分量不一样 如果人要没有病了 那个大夫就也没有药了 也就没有药方了 因为众生有种种病 所以佛就有种种法 就是这么个道理 这个就是 转法论 教法论 我们知道这些原理 小的 佛所说的一些法 是治我们的毛病 我们的毛病 也就不外乎 这毛病虽然很多 归纳到最后 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就是三大为 拿下法 帮助我们 破除妄想 拿下法 帮助我们 断分别 拿下法 帮助我们 断执着 如果我们 妄想分别执着 都没有了 佛就没法了 所以佛法 怎么可以执着呢 下面一句 说一切福 四身向好 清净法 这一句 是举一个例子 在受法界里面 举佛法界 为什么不举其他的法界 其他法界的色相 比不上佛法界 佛法界上不可得 这个色相不可得 色相无所有 我猷狂其余 这就好懂了 色身向好 怎么清净 别注重说 不执着就清净 执着就不清净 这个道理很深 可是一定要懂 不能不懂 每一个学佛的同学 都要懂 为什么呢 不仅仅是出家了 要弘法立生 在家同学 只要你学了佛 你一受了三规五戒 你就有 弘法立生的使命 你有这个责任 弘法立生 是不是天天 跟人讲经说法 没有必要 不需要 我这个色身 就是个招牌 什么招牌 学佛的招牌 你看看这个招牌 好不好 人家一看的 这个招牌不错 他就学佛 你不就度了众生 他看你很年轻 看你不老 看你精神饱满 满面红光 快快落落 他就很羡慕 哎呀 你怎么这么快乐 我怎么这么苦恼 那我学佛 他就来学佛了 学佛就可以像我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色身向好 就是学佛的招牌 你要每天搞一个苦恼的样子 愁眉苦脸 你就把佛的招牌砸掉了 人家一看你这个样子 哎呀不能学佛 学佛像他的样子 你还以为你念佛有功德 因为是罪过啊 你把佛的招牌砸掉了 佛是金字招牌啊 这一句就是讲招牌啊 好啊招牌好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么好象吗 给佛说都能 为什么都能呢 向随心转 大概你们都听说过啊 真的向随心转 向能随心转呢 这个身体体质也是随心转 大神经上参加 一切法从心向身 这是讲十法界 一顿庄严 怎么来的 从念头生出来的 如果你心向清净 你的身就清净 你的相就清净 清净的身向 是最好的身向 我们今天讲的自然 一切都能够随身自然 就是最美好的 现在这个科学家听着讲 自然生态 祝佛菩萨 就是圆圆满满的自然生态 丝毫没被破坏 你看楠言经上讲的 清净本然 我们无量寿经上讲了八个自然 够多了 现在这个地球上 自然生态被破坏了 为什么被破坏了 还不是被妄想破坏的 这些人在打妄想 天天打妄想 天天把自然环境破坏 我们人这个身体也是如此 色相也就是 你天天的打妄想 把你这个身体组织破坏了 这一破坏了 你的毛病就多了 所以学佛的人 这个身体是有病 不怕了 很容易恢复 念头一转变 你里面的组织就恢复正常 你哪里会有毛病 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 这里头 古今中外 他不信佛的人很多 但是他都想求一个养生之道 没有想到养生之道 在佛法里面 最圆满 最健全 只要你与清静平等相应 你的色身相好就清净了 那么在一般大成经上讲呢 与大般若相应 就得清静法 大般若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佛说了22年 这个经翻成中文是600句 在佛法里面 部头最大的就是大般若经 大般若经把它总归拿起来的时候 就是两句话 无知又无德 再说得明白一点呢 就是无所有不可得 事出世间 一切法 皆无所有皆不可得 你能与这个心相应呢 岂不是与清静平等学相应了吗 说一切法了 无所有不可得 你听了很不高兴 给你换一个题目 清静平等学 你听起来就很欢喜了 其实一桩自行 这是真实智慧 这是自信的全体流露 叶博华言所说 就是行事出这句话的真实意义 我们在那里看到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的功组 佛菩萨的事业 佛菩萨的应酬 让我们在这里学习 第七句 说一切法 法身普遍成就法 法身是本体 从离体流出的像状 产生作用 这在本经经体上 用大方广三个字来表示 大就是这样的法身 本体 方是这样的现象 是华界一正壮严 广是这样的作用 就是因因果果 循环不息的作用 普遍成就法 在局务的法界 大局务的法界里面 就是一正法界 一正法界 在这个经上 至少给我们讲了两个 很具体的成就法 一个是 皮诺哲纳佛的 化妆世界 一个是 阿弥陀佛的 极乐世界 本经到最后 普遍菩萨 十大愿望 到归结录 这是 净法界 然而法界里面 就是 舍法界 舍法界 从哪里来的呢 从一正法界来的 换一句话说 就是从法身流露出来的 把一正法界 变成十法界了 怎么个变的呢 你有妄想 就把一正法界 变成四身法界 佛菩萨声闻研究 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那你再有执着呢 就把这个法界 又变成六道轮回 由此可知 诸位 如果你对于一切法 再不执着了 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你再与一切法 我都不分别了 那恭喜你了 超越舍法界了 超越舍法界 你就正得一真法界 你要往生西方净土 是生十报状元土 不是生夏年土 不是这样 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 这个四是真的 也不难 可是 要靠自己 你求佛菩萨 佛菩萨帮不上忙 没办法 皆灵 还世 洗灵人 这个受法界 六道是你自己变的 还是要你自己 从里头出来 佛 佛给我们做真上元 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 事实真相 说清楚了 处理的方法 说清楚了 我们明了之后 我们明了之后 自己就晓得 怎么个做法 在哪里做 就在日常生活 起心动力 从早到晚 点点滴滴 遇到对人 对事 对无 我都不分别 都不执着 我不执着 我就不再六大轮回 我不分别 我就不度 是法界 真正会用功啊 功夫怎么用呢 一句阿弥陀佛 你不会念的 天天念 这句阿弥陀佛 一天念十万声 古人讲了 含泼喉咙 也往然 那什么 你口念 你不会用心 会念的人呢 心口一支 会念的人 一句阿弥陀佛 把执着打掉了 我身体 那个执着念头一动 阿弥陀佛 把打掉 会念了 把六道打断了 分别心才起来 一句阿弥陀佛 就分别打掉了 绝对不落 声闻人求啊 全叫菩萨了 所以你句句阿弥陀佛 与亲近平等觉相应 就是与一针法界相应 与西方极乐世界相应 这叫会念 不会念的 天天拿念珠 像打算盘一样 没用 还是要搞六道论会 你看看 会不会的差别多大 不能不知道 自从前 李老师常讲了 这念佛人 一万个念佛人 能真正往生 只有三三五个 他老人家说这个话 我们不想听多少遍 但是究竟为什么 他没说清楚 我们也不敢问他 我今天跟你们讲清楚了 你们今天再多路 那就很约会了 所以要会念 会念 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妄想分别 执着念掉 一切人事无 与我都不相干 你看《金刚经》上不是说吗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印作如是观 不相干吗 何必扯到自己身上来 你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对人对死对我 那一句阿弥陀佛要管用 这才行 这个是一切佛法 这是一切佛法 普遍成就法 第八句 说一切佛无碍变才法 这个好懂 这个佛的智慧圆满 因此他的变才就无碍了 有这个能力 才能教化一切东西 有智慧能关机 有变才他会说法 他能够说的叫听着 随信 法院 法院 一教封信 第九句 说一切佛 圆满庄严法 这一句是别说里面的总结 后边一句是总结 总结的总结 这是前面的七句 都是从古上说的 这个庄严 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但是 无量寿经 大家念得很熟 无量寿经上里面所讲的 是阿弥陀佛 圆满庄严法 如果这样说起来 你就要 体会就比较深 无量寿经 万无量寿经 都是将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圆满庄严法 这是说 一切佛 这个古地上的圆满法 幕后的一句总结 说一切佛 平等无二法 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 一切佛 平等无二 不是说佛跟佛平等 佛跟佛当然平等 佛给众生也平等 佛给万事万无都平等 你要说 为什么平等呢 因为居如不可得 居如无所有 所以总而言之说 佛也归道 无所有不可得 法界也归道 无所有不可得 六道也归道 无所有不可得 无所有不可得 是真如本性 但是我要问你 各位必须要懂得 无所有是什么都有 不可得 是样样都得 奇怪了 这是 那为什么叫你无所有 你心上不能有有 无所有啊 是通通都有啊 你那个心里头不能有 心里头有什么 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心里头不能有得 心里头有个得呢 又是妄想分别之处 大家懂得这个 不是说 哎呦 这些都没有了 那没有了 那佛话到哪里去了 那释迦牟尼佛当年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到底有没有啊 这个话决定不能听错 所以说 无所有不可得 你的心才干净 你的心是真正清净平等就啊 再告诉你 清净平等就也无所有 也不可得 你懂这个意思吗 你心里是 哎呀我很清净 糟了 你也有了 你也得了 告诉你 那么不可有吗 所以 无所有 是样样都有 是真有 不可得 是样样都得 是真的 那可不是假的 你心里头要有这个有 有得这个念头啊 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永远不能脱离轮回 好 我们今天讲了四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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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